有一部电视剧特别火啊 王豪你有没有注意到 你都不用说电视剧的名字我都知道 人世间对不对 对 哎呀我最近呢那是天天的守着等着更新的 这今天晚上就大结局了 你看这也是妥妥的剧粉一枚 必须的 确实啊电视剧人世间火了 在央视一套播出创下了近五年的收视新纲 在视频网站的点击量呢也是超高啊 很多观众都表示 这是近年来不忍心也没有办法倍速看的电视剧 对 还有人说我真想待在这部剧里就不出来了 最先富起来的一批人 丙坤一路走来经历了时代的洪流 岁月的魔力 他的命运也是最让观众们牵肠挂肚的 这不少人呢 对丙坤的命运呢真是感同身受的 因为多多少少了呢 能从他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这电视剧人世间改编自当代著名作家梁小生 矛盾文学奖的获奖同名小说 而丙坤的原型呢 就是梁小生的弟弟 梁小生说 人世间最初的构思啊 是基于个人情愫 他说我的父亲是大三线的建设工人 每隔几年回家一次 年少的时候和父亲见面很少 写这本书是想弥补感情上的缺失 尤其是父亲去世之后总觉得要用文字致敬他们那一代的工人 梁小生还说说我和大弟弟呢下乡了小弟弟承担的家庭负担更重 这些留在城市普通家庭的青年在文学艺术的画廊里几乎是缺失的 另外剧中的光字片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虽然那里的居住环境是局促而狭小 但是那些父母依旧培养出来了品性良好的一代青年 梁小生表示创作人世间他希望把近50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告诉人们 无疑小说是成功的获得了矛盾文学奖 而把小说搬上荧幕的导演和编剧也很厉害 电视剧由李璐指导并且担任总制片人王海玲王大欧担任编剧 李璐导演说拍一部以工人群体为主体继而辐射社会各个阶层 近50年中国社会众生向的电视剧那是我的夙愿 2018年我偶然读到了梁小生老师的新作《人世间》 这是一部厚重的当代中国百姓生活的奋斗史 融入了作者多年沉淀的故事和思考 这部长卷勾起了我的创作热情 李璐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这一部讲的是家事但是也折射出了大国的变迁 当我们把近50年来的重大事件变成时代背景 融入到一个小故事里边 不难发现国家的发展强大 正是无数个小家几代人接续奋斗的结果 在时代的洪流里讲述小人物命运起伏 以周炳坤及周家这个光字片的百姓阶层 为切入口延伸到干部 企业家 知识分子 工人等社会各个层面 这样看剧的观众很容易就找到对应的影子了 这很多90后00后都被拉回到电视机前 跟着自己的父母是一起追剧了 很有共鸣啊 对啊 今天晚上的人世间就将收官了 迎来大结局 秉坤的结局到底如何 周家的结局如何 我们一起来期待 我觉得啊 这不是自夸 就这个电视剧啊 我看第一集的时候 我就已经把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宣传员了 是吧 就人世间的拍摄背景 不就是咱们的东北吗 你仔细看啊 什么平房 二把打杠 是吧 这大眉帽子 大眉袄 那跟我小时候说实话一样一样 是 这就叫做共鸣 心里呢 说实话也是多了一点点的怀旧 所以呢 一下子啊 就深深的把我打动了 几十年飞短流长 小平房变成了大楼房 自行车变成了小汽车 哎呀 不是不说了啊 就是太让人感慨 期待今天晚上的大结局啊